當然這段時間都會提醒大家 這注意天氣變化了 因為要注意的是病毒肆虐 但你知道嗎 因為氣溫奏降 現在醫師也發現急診人數是越來越多了 當中出現包括了腦中風 心肌梗塞的人數明顯變多 尤其是心肌梗塞 真的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因為就在今天就傳出來 這是衛福部口腔健康司長賴向華 疑似也是因為引發了心肌梗塞 不幸處事 救護車送進病患 急診周一人數俱增 冬天腳步越來越近 冷氣團發威 天氣越來越冷 救急診醫師發現到 腦中風 心肌梗塞 意外事故 發燒流感的急診病患 也急速增加 氣突然的變冷 變冷的時候因為溫差非常的大 有一些高風險的族群 像是三高的族群 或者是年紀比較大的族群 或是之前就有心腦血管的 病神的族群 天氣冷讓人活力降低 反應較為遲緩 但更應該注意的是心肌梗塞 天冷溫差讓心肌梗塞頻傳 突如其來的疾病更是不會挑人 因為一介也傳出憾事 衛福部口腔健康司長賴向華 傳出因為天冷猝死 衛福部也正式死訊 19號凌晨 賴善華傳出是在家中睡了之後就沒醒來 想念五十六歲 由於他平時健康跟沒聽說有重大慢性疾病 推測因為天氣變化大 引發急性性肌梗塞 就是應該怎麼防範 如果你發現你的胸悶 胸痛 呼吸困難 甚至有些會喘 甚至有人會頭暈 或是反射疼痛 或是冒冷漢的現象的時候 要特別當心 手掌的範圍 沒辦法明確指出是哪一個點 是一個手掌範圍 而且同時他常常都會 這個蔓延到手臂下巴 靜溫奏降 除了坐足保暖 更要隨時留心自己的身體狀況 這裡有張士澤 台北採訪報導